今天心情蠻好的 因为我想来想去觉得到底关我屁事啊 老公的姐姐跟她的老公在外面做的事情 媳妇要出来负责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莫名其妙 国民党立委徐晓星前一天才哭倒 在自家总招傅昆其怀里 今天已经整理好心情 不过现在再度被爆料 另一位黄姐脸书发文 质疑可以说你没诈骗 但为什么你要骗 之前徐晓星深色汗大姑早就没有来往 不仅去年徐晓星收到匿名花束 二零一八年徐晓星选议员时 大姑还曾发文写力挺我们的巧心 徐晓星还按赞 四叉猫也po文 二零一年大姑结婚照 徐晓星也出席参加 但徐晓星一开始声称 跟大姑和杜姓男子三四年没联络 说法不吻合 知道她有欠钱不还的情况之后 我跟她是没有往来的 那大姑她自己毕竟她是我们家的家人 过年过节都还是会见到 比如说选举期间 她还是会希望说我能够顺利的当选 政治评论员温朗东也爆料 去年十一月徐晓星的社群之夜 由大姑囚办 虽然徐晓星声称是不同公司 而网红四叉猫脸书 po出杜姓男子发文 去年十一月八号贴文指控 一名叫陆新宇的人 暴改太太刘子杰公司的网银账密 网友直言南部城市黑吃黑 跟我合作的这家公司是合法的 为什么要拿她口中的谎言来质问 我这个诚实的人呢 一改昨天态度徐晓星回归呛辣 还预告现在点名她的一定会讨回来 一个一个你们走着瞧 嚣张没有落魄酒 我本人绝对没有涉入 如果我有涉入 我会立刻请吃下台 不只刘燕里帮忙缓夹 莱茵侧也助攻徐晓星 反唱大姑和她丈夫 以及林雨伦都是民进党背景 但民进党强调 如果有不法将从严处分 徐晓星亲戚卷入诈骗案 恐怕一时之间风波海难以止息 不停揉眼睛放声大哭 徐晓星委屈倒在傅昆琪怀里 傅昆琪不断拍背摸头安慰 一爆就是25秒 徐晓星哭得撕心裂肺 但一抬头冷静受访 只落下一滴泪 网友大酸 连哭都不认真 眼泪都没流下来 哭完之后眼睛没有红 直说是演技派 徐晓星多次炮口对准傅昆琪 二零二零年国民党审理傅昆琪 恢复党籍案 徐晓星在脸书列出傅昆琪炒股入狱 假离婚被判刑等罪状 更在去年三月十五号公布 选册会名单时 看到傅昆琪的名字深感不满 傅昆琪委员就像是潜伏 在国民党身上的一个病毒 时隔一年多炮火猛烈的徐晓星 却转头向傅昆琪讨爆爆 网友直呼太讽刺 那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真性情的人 就是哭也不是第一次的坦白说 所以我自己有好好反省跟检讨 就是说你知道女生很辛苦 生理其来这个荷尔蒙分泌 总是有时候会情绪比较激动一些 我想徐晓星委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立法委员 在过去对民进党相关的这些错误 以及相关的这些弊案 都有徐晓星委员全面把它揭发 我们相信徐晓星委员的清白 这一出占尽新闻版面 两人过往恩怨上演戏剧性转折 留给外界满头问号 三连新闻 刘盛省 台北三方报道 四方报道 四方报道 五方报道 二方报道 七方报道 四方报道